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为什么我说当我离开房间后有人进入我的房间 因为我的东西被移动了位置 当我怀疑我离开后有人进入我房间的时候 我就经常把一些不起眼的物品做记号并拍照 譬如有一次,我把这个杯子盖上的白色部分面对我放45度角 离开的时候我拍了照 可是当我回来后,这个杯子盖上白色的部分冲我大概只有15度角了 还有这个厨子的门 有一次当我离开房间时,我打开了这个厨子的门 大概有45度角 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厨子的门竟然莫名其妙的关上了 还有这个帘子 我走的时候,我把帘子特意拉好 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帘子竟然开了一条缝 曾经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两个穿酒店制服的女士 从我住的房子里走了出来,然后坐车走了 我回家后坐沙发或者小板凳,屁股就会变得又红又痒 没有办法,我只好用塑料垃圾袋和一些纸把它们盖起来 我的桌布和床单接触皮肤后,皮肤也会又红又痒 所以我就把桌布和床单都扔掉了 现在我的所有的新床单桌布,甚至我的衣服 我都会用水彩笔,然后用中文写上我的名字 因为如果他们再用毒水泡我的家具或者是纺织品 我的名字就会被洗去,我就会发现这一点 后来为了不让他们进入我的房间下毒,我就换了一把新锁 但是他们仍然在我离开时可以进入我的房间 于是我就走的时候,会在双面胶上用中文写上我的名字 然后把它粘在我房间的锁眼上 如果有人想打开我的锁,双面胶就会被破坏 我就会发现 今天当我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两个男的从我的住所走出来并上了车 于是我就马上掏出手机拍了这个视频 当我想打开房门的时候 我发现我贴的双面胶被破坏了 而当我进入房间后 我发现我放在盒子里的电源线 露出盒子的部分变多了 这是我今天出门时做的唯一一个记号 所以我十分确定当我离开房间时 有人进入了我的房间投毒 我现在已经把我冰箱里可以投毒的食品全部扔掉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我在英国Plymouth的真实遭遇 英国有一个为了钱专门毒害 因为已经披露中毒来英国申请庇护的众战罪团伙 他们在英国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这些 因为披露中毒的中国人 我上次发了需要治疗披露中毒的药的视频后 我的房子周围就经常看到贴罚单的警察和一些奇怪的人 而且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药物 所以如果哪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寄了药 请你马上去平台上要求退款 如果他们有证据证明已经寄到了我的住所 那么请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你信任的警察 我知道德文俊和康乌尔警察局有人被收买了 只是我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我请求朋友们 如果你认识Plymouth的朋友 能不能请你Plymouth的朋友 把治疗披霜中毒的药给我送过来 因为他们不让我收到药 如果你相信我 我请求你让你Plymouth的朋友给我送药 因为这关系了我的生命 因为我要活着才能揭露他们的腐败和罪恶 让我不要